歡迎來到小步少爺的美食時間 天狗已經排成這樣了 我們剛剛已經排了現在幾分 應該有半小時了吧 然後這是後面的人潮 我們11點來的時候已經是到2000了 所以果斷的放棄八十分 因為八十分我們已經吃過兩次了吧 越來越長了 真的你果斷的選擇了排這一間 對啊 那個八重聖它是外面一條裡面要一條 對對對我看到 大阪非常有名的串炸 然後串炸的意思就是它會給一盤生菜 通常都會給一盤生菜 然後前面會有一盤沾醬 那你在沾醬的時候你不能二次沾 就是你吃了之後不能 咬了之後不能再回沾 那如果你覺得你第一次沾醬油 就是不夠鹹怎麼辦呢 就是像狗兆剛剛那樣 就是拿蒸菜去沾醬油 然後再弄到你的食材上 總而言之規矩就是不能二次回沾 因為這是大家共用的 謝謝 這是白乳味 我意思是點一隻啊 白乳味 就是那一鍋 那一鍋總教他非常喜歡 我們的盤瞬間少了兩隻 我們叫了很多 大家都傻眼 然後吃戶包補菜了 開尖 這鍋很好 這鍋很好 這個人好 它的粉 它出菜很大 就是三個不錯 大概只有一半 現在這種復古式的射擊場還蠻多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自己也會想要玩 台灣也有啦 但是就是來這裡就是那個 感覺 那種復古的感覺 真的很多 就是不一樣 你看上面還有那個 七世界台灣 公道場 是不是應該要玩一下呢 這邊多了好多間射擊場 然後我剛剛也體驗了一下 那有點難 然後我覺得多了這些 就是古老的玩意兒 就是一些 要復古的活動 你看看這個 就撈球球也是 以前的遊戲 就是一次300塊 然後你一個桶子 你能撈多少就一次起來 打的射擊場也非常非常的多 這間的Takoyaki一直在排隊 這間的Takoyaki一直在排隊 就是從之前就在排隊 它在大阪住的地區是最高的 而且就是非常有重要的意義 所以保留到現在 一樣是很華麗的 海岡 你看 超級華麗 好多多啊 多多多 我覺得就更有日本的味道啦 這拉壽司欸 好好特別喔 就是通天使用現在有一個 比較高的溜滑梯 所以你要玩的話 你必須要寫一下通地區 然後你可以從上方這個螢幕 看說誰要下來 然後等下就會 喔有下來囉 然後等下就會下來 是裝著帶著 滑布身體 然後留下來的 這一個大塊都是 天王寺動物園 從這一個馬路到過橋那一段 全部都是天王寺動物園 天王寺動物園 非常非常大 可以看到下面就是 我們剛剛走上來的商店街 那個很多啦 可是走到周圍 然後有一個 在那裡 那邊走上去 好像恐怖的那樣 如果你要再去的話 就是要再加錢 看得到啊 非常小 黑色圓圓的那一棟有沒有 前面 大門車怎麼那麼遠 超遠的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天王寺動物園 霹靂無敵大 中間黑色建築物這一棟 裡面就是大阪城 我們要上去了嗎 好的 好的 好可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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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特別的 就是 完全 唉呦 350度 現在要上來了 再擦一些網子 特別展望台 好我現在要下樓 往上要求我再走一次天台 懸空天台 老闆要求不能不搭到 使命必達 現在呢我先run一遍 就是這麼可怕 好啦終於換我啦 是不是覺得很可怕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 第四層的通天閣 不一樣的感覺 到處貼滿了天竺鼠車 登登登登 董少跟我現在在一個 合適的單獨小房間用餐 這間是什麼呢 這間是大阪很有名的米其林一星 懷石料 是在K-LOOK上預約五間套餐 因為現在是秋天楓葉季 所以它完全就是秋天的主題 你看像這個茅草屋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個季節的柿子 然後還有楓葉 這樣季節的食材 然後一上這個小前菜呢 它就有跟我們介紹 這個前菜裡面的蒸蛋 裡面有荊棘跟木耳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這兩個是裝飾 結果不是 它是器皿 器皿裡面一打開 裡面是干貝 然後醃菜跟鮭魚卵 超級可愛 那這個呢 我真的以為它是裝飾 結果真的就是一個器皿 大金的那個琵琶糊的魚 然後這個是秋刀魚 正常吃法是泡豆瓦克 你問我們要不要湯匙 如果是不習慣的話 你就是可以拿湯匙吃 哇好嫩 湯亂在海魚 它也不是清湯 它這個湯是有高湯去熬過的 第三道生魚片 薩米 但是他們說 它日本人其實不叫做Sashimi 叫做什麼 Otsukuri 因為Sashimi 是 魚翼 的問題 不好聽 感覺好像 入口即化 這魚 哪一隻 跟那個鮮魚 透明的白生魚都一樣 這魚入口即化 他說我們在聞的時候啊 就是說其實這個季節 許多日本人喜歡拿柚子皮 做為藥材 然後或者是 就是對身體好 所以 這裡就是會用了大量的柚子 這個是大分 這個是Punkern 然後這個是昆布 昆布包魚子 這一個應該是芋頭 嗯 還有超新家人 很好吃 這是菠菜 嗯 因為它只取葉質部分 然後再加上柚子皮一半 菠菜的味道整個就是 有人不喜歡菠菜的味道 土味 就綜合掉了 這個魚呢 從頭到尾都可以吃 包括它的魚頭跟魚尾 然後就是請你就是 務必要嘗試看看 就是 就算是牙齒不好 你也請你要嘗試看看 咬咬看 嗯 就是盡量能吃就吃這樣子 這樣才能吃到它的美味 對 它解釋得很詳細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魚很像一個畫 美到它好像在畫裡面 就是一個在畫框的感覺 對 它就給找了這個盤子 對 美呆了好嗎 而且它那個 你看它就是一個畫框裡面盤 連盤子都是溫的 喔喔喔喔 我的魚飛了 好漂亮的 你會覺得哇 我的天啊 一種視覺的饗宴 我這樣拍 雖然會有點影子 但是就是 它就是一個藝術 怎麼樣 好香 很香很脆 不要這樣一口咬 它每個部位會泡都不一樣 喔 我剛剛一口咬掉 龔少覺得不錯 當然啊 你是怎樣很餓死鬼 我都想要慢慢吃啊 你看它的魚肉 你可以先吃它的魚肉 然後再咬好它的骨頭 它連骨頭都炸的酥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鯛魚燒好嗎 我沒有把它當成鯛魚燒啊 可是我喜歡吃的魚燒 大腿咬下去啊 你就是把它當成鯛魚燒再咬啊 它裡面沒有能道歉喔 不好意思 它連這個皮啊 它那個皮好香喔 而且是輕輕鬆鬆的 可以扒開來吃 哇這個皮就可以這樣咬啦咬啦耶 哇好厲害喔 它起來超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它打開了 打開打開 打開打開 喔是那個 餅飯 十頂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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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道 就是 它說 它這個醃製蘋果 然後這碗甜點是熱的 然後你看那個湯的顏色 粉紅色的 它是 蘋果本身的顏色 並沒有添加色素 還在冒煙耶 有沒有看過半透明的水果 因為蘋果本身要非常非常近 才聞得到那個香氣 可是 它剛在講解的時候 因為是熱的 就已經有那種 聞到那個香了 好香喔 好特別喔 嗯 酸酸甜甜的 對 然後那個菜啊 就是 完全又提了一個 不同層次的味道 當你咬到那個菜的時候 對啊 會驚豔一下 怎麼會有這個味道 都提了一個味道 吃光光每一個都吃光 除了剛剛那一盆飯 那個飯還是太大了 對 它剛剛那個飯 根本是五六人份的量吧 因為我以這個整套set下來 那應該是五六人份的 這超好喝耶 對 我就說這個煎茶 那種 我討厭的那種煎茶的味道 非常的清淡 這就是清淡的高山茶 綠茶的感覺 但是又帶了一個煎茶的香氣 為什麼 它的這個茶層次也不太一樣 對 就是一個好煎茶 真的有前後味的那種 所以他們家給的茶都是還不錯的 前中後味 你真的是可以嘗到前中後味 而且是 就馬上撲鼻而來 還沒拿來 有一個好煎茶 就像在那裡 又和你家養茶 和我家養茶 很可愛 儘管 對 你看 也有人在這裡 在這首位 沒關係 好 好 好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